好了,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来自于咱们的B站的恶破主绿蓝 给大家伙踏死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也是筹划了好久啊 我也是在这个发消息啊 就是私聊他 我说,哎呀,这我狼儿能不能后脸皮的说 哎呀,能不能那个转播一下啊 确实是,其实速通这个是视频啊 大家伙都知道啊 速通呢,人道来讲呢 魔装飞,诸葛亮,白红忠 这是单人的 双人呢,也有这个双暴力组合 白红忠,魔装飞,什么白红忠,诸葛 啊,魔装飞,诸葛等等 但是呢,实话是说 速通这个东西啊 大家伙可能不太理解 呃,开录像了啊 理论上来讲呢 大家伙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啊 速通呢,就是代表着所有的事情就是快 不考虑秒杀 不考虑什么 什么打分 就是一个字 什么时候你从空中落下来 哎,就是结疆就恶斗开始算 然后呢,到最后 曹操,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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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哎,这就算速通 啊,这就算速通,明白吧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伙了解 呃,在这种情况下呢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赵云速通呢 其实并不是人脑的 并不是人脑的这个极限 但是赵云的这个人物啊 他有 他有暴 大家伙可能不太理解 什么叫有暴啊 赵云这个人物呢 他的暴点在哪呢 就是说 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屌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人本身暴发很足 然后呢 必杀也好 什么样也好 都是比较好吧 再有吃饱呢 也是比较全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来看看 第一关的boss 缺点是什么呢 他没有魔装飞的那种清兵啊 什么诸葛亮的后期能力啊 确实差太多了 好的 全是白鹤亮翅 相当于秒boss了 看不看见 一追 表回来 好的 左右追 好的 再跟追地 直接挑一追死 这个相当于秒杀boss 待会看出来啊 相当于秒杀的一个boss 很多人说 那秒杀boss为了什么呀 不为了什么 秒杀boss也是为了快呀 对吧 那也是为了快呀 好的 来看看 现在连隐身一都不吃 看不见 隐身一对于咱们的赵云来说 是没有用的 你看 这个事是不是过分了啊 好的 我们看看 现在 仅仅两分多钟啊 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第二关了 当然游戏 快呢 就是这个游戏的特色 正常来讲呢 赵云这个人啊 如果说 大家会知道 塔斯的魔装飞是最快的 但塔斯魔装飞 我一直没有做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 有没有那种更牛逼的人 把魔装飞再多做一点 因为魔装飞确实啊 无论你怎么塔斯 怎么方案 这个可能是无庸置疑了 魔装飞可能是 整个游戏当中最快的人 没有质疑了啊 确实是 呃 但是在这种基础上 能不能有更新的突破呢 我不知道 我没有做 但是什么时候 等到有最新的啊 咱们在最新做也是一样 方案这种东西呢 他改的话 也就是微改 微改就是相当于就是 在原有的基础上啊 在原有套路的基础上呢 哎 多加了一点东西 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说 你看 我能不能省下十秒钟 对吧 塔斯的话 这十秒钟 你想想很重要 对吧 好 我们看看 第二关 第二关打马 打马的话 应该是一套尾连啊 这个不用多说了 一套尾连的话 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相当于 呃 反正也不是秒杀嘛 就相当于就是 boss在看起来 无法还手 但事实上是 可以还手的情况下 直接把他连死 好了 没有 好的 可以看到 第一套没有 没有连 然后第二套 开始尾连 看不见 这边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不要脸 这个boss 好 怎么说 你看 呃 这个就是 伟连啊 很多人说 小狼我不认同 你的观点 什么叫伟连呢 他 那boss没反击啊 那就是 秒杀嘛 当然 咱们说 前期就是 雄心一开始 也可是 可是 可以 但是呢 不算秒杀 为啥呢 其实啊 他是可以反击的 这个呢 并不是所谓的 那个 无法反击的连击 只是啊 单纯的因为呢 你打出这个招式的时候 boss反击的没有效果 很多人说 那还是 那里头来讲 他反击不了 或者是没法反击 但事实上呢 第一呢 咱们是TAS 对吧 第二呢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 普通难度啊 当然难 他也不仅仅是 普通难度的问题 就比如说 如果boss反击的是 另外的招数 他可以打的点啊 稍微的多一针 或少一针 来改变这个boss 他突发 变成什么招 这个是可以改的 TAS呢 虽然说啊 严格意义上来讲 他没有改变系统的设定 但事实上呢 他是违背了 就是人体啊 对于这个 游戏的这个看法 咱们这个包括 像什么JXQ123456啊 还有绿兰啊 这些小伙伴啊 他们做这个TAS视频呢 很多人说 小男人我不认同 我觉得他们垃圾 他们就是怎么怎么地 无所谓 首先呢 我先不说一句话 就是有本事你做啊 我先不说这一话 呃 我先说什么呢 我先说就 现在你在市面上看到 小狼解说人脑的 各种秒20 单秒16 什么单秒15 什么的啊 这些方案 最开始呢 他都是什么呢 都是TAS啊 还有一些这个 做方案的人做出来的 做方案的人做出来之后 谁来实现呢 最开始并不是高手来实现 最开始是TAS的 这个玩家来实现 他实现了之后 这帮人觉得 哎呦 可行 他就照着TAS啊 或者说另外的这个东西来练 来实现 发现 哎呦 确实可以 所以说啊 很多人 我再说一句话 就是说 大伙如果你不喜欢TAS 咱们标题上有TAS 你觉得不喜欢 你觉得 哎呀 怎么怎么地 你就关他 啊 但如果你喜欢他 我告诉你啊 他有多么的伟大啊 这个事啊 当然呢 咱们这个绿蓝呢 我也是第一次 呃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我估计我以前也解说过他的视频 但是可能他不知道 呃 现在呢 版权意识 大家伙都知道啊 非常重 我也是 争求了这个咱们的作者的同意 我说 哎 来 咱好好地说一下 对吧 这个作者说行 OK 这个作者也是对小狼 可能是 呃 是狼粉谈不上 但至少是觉得小狼 是挺好的一个人啊 反正是这个意思 呵呵 其实就是狼粉 呵呵呵 好 咱们看看 现在 呃 一会儿呢 咱们看看啊 这个速通呢 呃 赵云啊 他很灵活 但是赵魔招飞啊 差的不止是一星合伴的 差太多 差太多太多 你看他无论他怎么连啊 他的速度并没有大家会享受那么快 咱看一锥 转身 一二三四 二锥 爆气 百合亮翅 再百合亮翅 百合亮翅 三百合亮翅 前一锁 三锥 前一锁 血杀 好的 这个咱们会儿看得很清楚啊 然后再把这个呃 将军给剪了 这一点啊 大家伙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赵云呢 秒杀能力确实很强 秒杀不代表打得快 因为有小兵的情况下 他倾途能力 还有一会儿打boss 如果他秒不了了呢 对不对 都是故事啊 很多人说对 塔斯观赏性是好 很多人都说 小狼我看过 那个赵云套的塔斯秒17的 很牛逼 最先看小狼 是觉得 哎 小狼好屌啊 但是事实上呢 不是我屌 是人家玩家屌 当然在玩家的技术上 屌不屌啊 这都是次要的 其实呢 人脑呢 秒17呢 也未必秒不出来 可能他尝试 一千万次 能秒出来已经 可能吧 也许吧 但是他单独拿出一个boss 给他足够的宝 我采访过挺多的 这个玩家都说 哎 哎 可以很轻易的练出来 他这个轻易的 最起码14能练出一次来 对吧 这个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看看 小 现在是直接 在这地方呢 他是选择了走下路 因为速通肯定是要走 这个路线啊 这不用多说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 咱不能说节省点时间 他有必要吃那个莲花的话呢 那么就无所谓 他如果没有必要吃 那个莲花的话 他可以节省一秒钟 绝对是一秒 至少一秒钟啊 很多人说小狼一秒钟 你在乎吗 我不在乎 但是这一个细节 一秒钟 如果有十个细节 就是十秒钟 你想想 十秒钟 对于咱们来说 可能不是很大 你想啊 咱们说白米赛跑 白米跑 对啊 波尔特 九秒五几 对吧 苏炳天 对吧 九秒九九 他俩相差 0.5秒钟都不到啊 半秒钟都不到 但是相差多少 自己大伙自己心里又不睡 对吧 相差的很多 所以说这个你知道吧 一旦说差好你十来秒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走到杨平关 直接绕到杨平关啊 跟梦游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 这个阿诺 施瓦斗 这个让你玩 踏死你都玩不下去 没那个耐心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耐心的事 他不是耐心的事 你得有方案 大伙说吧 你得有方案 没有方案 你根本就秒不了 你根本就说 好 我速通 比如说我要秒这个boss 我要打 你不知道什么四招一势啊 不知道什么三追 什么怎么能力 什么暴气重启的 不知道这些事 什么关键兵 你不知道 就是白扯 明白吧 不知道就是白扯 好的 来杨平 大不乱吃 没有 跳A 这个就没有秒boss啊 这就属于打起身联 没有秒杀 但是呢 就是为了速度 进屋 不折 好了 来看看 一个站 跳过来大伙大吃 你看 能不吃的东西啊 就不吃啊 不会给你扯的 不会吃的 怎么又算容了 娃娃算容了 好 我们看看 马上 张辽 好 张灵剑 张灵剑 起手 卧槽 这多少连 好的 先先手 打了五十多连 你们看到没有 四招一势 快死了 真的 四招一势 快死了 二追 血杀 三追 血杀 直接秒掉 卧槽 很难受啊 看不看见啊 相当的难受 就是给你咳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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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仪 十经中 直接来的 十一分钟啊 不到十二分钟 应该说十一 十一分钟半 就来到了第四关 也就是所谓的 刚才一半啊 刚才的三关 已经过去了 现在还剩下四关 能晓得大啊 卧槽 大鹏展翅 接前前手 就是 大鹏展翅的最后一下 就是往上升 往下扣 扣完之后 接前前手 你们看不看见 赖不赖 用辅助了 什么 用辅助了 懂不懂 什么叫踏死了 还整个用辅助了 那任何的辅助 在踏死面前 都是小懒子 还整个辅助 辅助算啥呀 就是 好了 看看 炸出来 那个不是往前跑 有伤害 他是第一时间 大鹏展翅完事之后 接上一个前前手的 怎么就 往前跑 有伤害啊 你看不见 不代表不存在 啊 孙悲 不是兵 是演员 很多人说 速通踏死 不用卡兵 兵都是演员 不是不用卡兵 我不是 我不卡兵 我不卡兵 那个兵 不代表他不厉害 他曾经在重录的时候 他在重录的时候啊 已经不知道 挨这个兵 打了上百次 上十次 上百次了 他只不过是完美的 避开了兵的这个攻击 同时还能连上boss而已 知道吧 是这么回事啊 好了 进屋 交叉 应该不会打 呃 不是应该 是肯定不会打 现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要打兵啊 一共有两兵 两拨提亚兵 这个提亚兵 你也懂的啊 你懂的 提亚兵这个是呃 挺难打 然后还有一拨 一个炸花 好的 先撇了一个小金珠 然后一个炸花 再打一个呆 直接过图 然后马上来到 荆州城的风火台 看看怎么搞啊 一会儿呢 大伙能了解 就是说 对于这个 梦 对于这个吕蒙来说 肯定是飞轮起手啊 就是无论 你咋玩 飞轮起手 没有可以可以吃 就算 包括你们菜鸟 不会打吕蒙 也是留六个飞轮 如果你两个人玩 一共十二个飞轮的话 我操 那就屌爆了啊 但是有没有十二个飞轮 另说 不过这里面的小兵呢 打着打着 他会给你爆飞轮 他就告诉你啊 吕蒙怕飞轮 就是怕飞轮啊 也不知道为啥 飞轮还 一个飞轮 你看一个飞轮多少血 看 一个飞轮多少血啊 变态啊 好了 前跑白鹤 跳A 追D 挑起来 大A大膜转翅 跳A 好了 再追D 左右A大膜转翅 血杀一抵 大膜转翅 好了 三追 一条白鹤亮翅 这是后九暴击 两追 三下 好了 前一挫 还能再挫一下 大膜转翅 再挫一下 好的 是有这个九绝杖啊 九绝杖肯定是要要的 这个不用多说啊 九绝杖 大人参 毒瓶 七十八万十五级 七十八万十五级 赵鱼呢 也是在十四分钟 四十秒左右 直接就是打通了第四关 还剩下三关 你想想啊 这个时间啊 好 来看看 火车连营其实是大伙非常喜欢一关 但是呢 请原谅我 今天呢 我是不想给大家学祖师了 我也学了很多次了 但是呢 今天啊 这个楼底下的老奶奶啊 确实是很不舒服 咱们有点人道主意啊 好不好 对吧 事实上 我跟你们讲 很多人说 哎 小兰 你那个噪音又不违法 谁告你不违法的 对吧 这个超过了晚上九点半吧 就已经是噪音就已经造成了 违法谈不上 是扰乱治安环境是肯定的 搞扰乱公布治安环境是肯定的 所以说大家伙就体谅一下啊 我小点声 我只能说小点声 你别撤啊 小点声没毛病的啊 跳A 好 追第一追 大不暖赤 大不暖赤 二追 反声位 跳起来一根 没有三追 没有三追 放他跑 放他跑 他准备跳左思 咱们看一下 他是速通的话 肯定是要跳左思啊 不用多说的啊 不是真人打的电脑操作 呃 当然的 我知道咱们这个城啊 这个A double城 是为了帮咱们大家伙 缓和一些气氛 帮解释一下 但是事实上呢 是不是真人打的 我告诉你是真人打的 只不过是 只不过不是真人 通过正常方式打的而已啊 呃 也不是电脑操作的 如果说你 如果说真的人工智能 可以人工智能到这个B2的话 也确实是屌了 那无敌了 那人工智能能到这个B2呢 还玩什么呢 好的 看看 炸花 黑色的 好 他在这长气 咱们看一下 他居然在这长气 怎么看一下 黑色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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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长满了 长满了四颗戏 好 不打 不打吕布 看出来了 不打吕布 不打吕布的 其实我告诉你啊 赵云速通 我不知道 但是诸葛亮速通 跟魔障飞不一样 呃 不不 跟白红忠不一样 诸葛亮速通 还是要打这个吕布的 因为他有这个电剑 啊 盾输是次要的 主要是有电剑 知道吗 好的 我们看看 现在 一条 呃 肯定是要跳过左思啊 这个不用多说的啊 跳过左思是必要的 当然刚才不打 不打吕布是肯定的 为啥呢 因为他不打吕布的话呢 吕布啊 你也知道 他那个属性剑 没啥用 再加上三本盾输 那盾输用处也不大了 因为你要跳过左思 盾输的用处就真的不大 我们看一下 陆胸开始了 鬼里娃娃定住 追地 单A 打拳斩翅 写杀 追地挑过来写杀 打死 看一下沙蒙科 还可以再连一套 下蹲 起手 单A前手 左右前左 1234 打拳斩翅 追地挑起来 打拳斩翅 打一打拳斩翅 三追 一条 打拳斩翅 直接A死了 按理说我们都是最后一个页掉在地上的时候呢 算 可是呢 他就提前打死了 他卡的位置特别好 他打的位置特别好 所以说就是 然后呢 通关 好吧 这个速通呢 这个速通呢 大家会能理解原理就好了 就是在 陆迅死了之后 佐斯出来之前 把这个沙蒙科打死 这个沙蒙科打死之后呢 直接触发通关剧情 所以说爆出来的宝呢 也不是沙蒙科爆出来的宝 爆出来的宝呢 是什么 就是包括 有天盾 有大 有这个 大雪莲 都是佐斯 打不打赤 棒 好的 小猫 推 猩猩 哎呦 我 使κε 哎呦这一个轮 卧槽这一个轮 打了一屏幕人啊 这些小宝关键时刻很有用 看不见 你看这小宝 哇 一个炸花 大概两点 好的 直接把骂打死 再一个炸花 又一个骂 太屌了 小箭头 好 血都不屑于吃 没有用 哇 这一个雷 这一个雷炸了四个怪啊 看不见 一个雷炸了四个怪啊 好 打死两个 虚鼠一出 一个九截杖 暴气 哎 这个九截杖都没有生成效果 我 我们看 哎 哥 喂 兄弟 我 哎 哇 不会吧 这个 哇 这个boss被无限大捧斩赤啊 暴气大捧斩赤 这也狗了 死的太惨了 这个boss啊 好 我们看看 现在 马上 先手一个太惨男精 张小金 为了速通 也是激眼了 白鹤亮翅 新手 白鹤亮翅 三百鹤 四百鹤 五百鹤 六百鹤 哎 我们 我们这个太惨男精 哎 兄 哎 哎 哎 我才最后 我才这个黄爱到最后才变回来 我也是醉了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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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21分钟多点 就已经打到了最后一关 牛掰 卧槽 真的是屌的 大捧亚赤 挑A 挑A 当A一手 是狠哦 写杀 卡洞是吧 我要看妖道秒时 妖道秒时也有了啊 但是妖道秒时是下一期 也就是过一会再说 好的现在卖血 很多人说卖血干什么 卖血就是长气吗 对吧 这个地方很多人说 那他长气他打 多打点气不行吗 其实吧这个地方 那个马呀 他往前冲锋三次 你必须点等 你知道吧 你待着也闲着也是闲着 你知道吧 就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倒着混轮两点 倒着混轮一点 一两点 直接秒掉 好了 看看地盾输 先走 地盾输肯定是要要的啊 为严谋反 好 我们看一下 大胆转身大胆斩赤 现在你不用想了啊 一会你就看这位岩是怎么死的啊 死的相当的悲惨 只能用一句惨来形容 龙多说了啊 跳A大胆斩赤 好了 再大胆 好了 你不行吧 为严要死 哎呦 你看一个一个石头 能砸两下吗 两个石头 直接一手都狂酒 百合两次 三百合 四百合 那 血杀 没追地 直接起手白合 我操 他不追地的 为了速通 不给你打秒杀 就是追 就是白合 这还玩个屁啊 渡航酒直接过头 好的可以看到 直接来到最后一个地图 赖逼了啊 你死的惨不惨 你自己说 那真是太僧的弟弟 就太惨了 还要说嘛 是吧 好看看 再前走 司马依 我操在这里就放偷转库轮的 好 咱们看一下 还有天顿书 没有 他直接放了 他直接用小箭筒 哇操 这人也是有点醉了 暴起大盲展翅 一个毒 百合亮赤起手 再跑百合亮赤 三百合 四百合 直接一个倒转混轮 左右追地大盲展翅 大A大盲展翅 二追 左右追地大盲展翅 大A再大盲展翅 左右追地暴起 百合亮赤 百合亮赤 倒转混轮 我操 这是秒杀啊 兄弟们 这是秒杀 这个相当于秒杀的 其实啊 也不能说秒杀 他那个毒吧 确实是必中的 但是他那个毒呢 看起来就不像秒的上 你看 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他毒了毒了第一次 然后 然后boss反击 然后第二次啊 然后第二次啊 然后赵云才脸的 不过为了速通啊 其实秒不秒杀都无所谓的 赵安壮 神仙石起手 12点白合亮赤 左右白合亮赤 11点 三白合亮赤 再11点 四白合亮赤 11点 好的 跳A 左右追地 跳起来 不用左右啊 白这个赵安壮就不用左右追地了 你看 好的 跳起来 白合亮赤再跳起来 再跑来 白合亮赤跑起来 倒转混轮 哥 牛逼啊 那么牛逼的 这就是人脑秒吗 他但是他这个白合亮赤 已经跑到极致了 知道吗 他把这个白合亮赤 已经跑到极致了啊 好的 感谢我们的绿啊绿蓝 打了一个速通 26分钟多一点啊 说句实在话 肯定是比人脑的任何的人 哪怕指摸张飞操作的还要快 但是对于TAS来说呢 他呃 这个赵云速通啊 呃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大家会能理解啊 当然呢 可以看到赵云都能打出26分钟多 不到27分钟的速通纪录 那你说摩张飞操打出来多少 你们你们想 你们猜 你们自己猜 在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绿蓝 给大家会表演出这么一个赵云的速通质别 也是感谢小狼解说啊 呵呵 大家会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